1月10日 美国总统拜登之子韩特 意外出现在美国众议院的 藐视国会听证会上 他和律师无预料地坐在观众席 但随后快速离开了现场 众议院的两个委员会 周三计划开始制定一项决议 认定韩特藐视国会 因为他没有遵守传票 面对中共在南海上的步步进逼 与其他安全挑战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 与印尼总统佐科威 10日在马尼拉会面时 同意两国将加强安全合作 包括双方在国防 买卖军事硬体上的合作 以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南韩最大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前党魁李洛渊 宣布退党 称共同民主党 已经成为先人党魁李在明的一人党 失去了已故前总统金大忠 和卢武炫的精神和价值观 变成了一个暴力和粗俗的政党 他将会与其他非主流议员 联手成立新政党 迎战四月的国会选举 全球居留权和公民身份顾问公司 恒里10日公布 2024年首季世界强大护照排名 史无前例的 有六个国家并列为榜首 包括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西班牙等 可以免签或落地签 前往194个目的地 台湾则排在35名 可免签通行143个旅游目的地 金团野台电视整理报道